重慌社区大学星期一的首会生活班 到现在已经开课长达十年时间 深受学员喜爱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可以没有压力的学习绘画 讲师徐伟说 首会生活就是希望喜欢画画的民众 可以从生活出发 观察自己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经营一本属于自己的自然生活书写本 这堂课叫做首会生活 那首会生活的话 其实我们画的东西都是在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并不像一般的画画班 就是可能画水彩或者画色铅笔 然后画素描这样的分 所以我们的课程里面 其实你要用任何的媒材来画都OK 都可以 但是画的东西我会比较希望 就是生活里面的东西 徐伟强调在首会生活班 着重的不是技法而是创作 尤其班上有许多年纪较大的长者 因此他期盼能够帮助他们 记录下人生中美好的事物 他来上课的时候 他会带他家里面所画的图 让我觉得非常惊艳 所谓的惊艳就是说 他们往往会画出 他们很属于他们自己个人风格的画 那这种风格的话 坦白讲我们当老师的 其实也不见得画得出来 所以有时候会给他一些建议 或者帮他们改稿 但是呢 那个也只是提供他们一点点方向而已 那如果动手太多帮他们改的话 就丧失他们自己的味道 在班上也有多位学员 是为了议员年轻时的梦想而加入 他们曾经喜欢画画 却因为种种缘故无法实现 现在借由这堂课终于可以重拾画笔 徐伟老师说 手绘生活班的目标 是透过上课学习 让有兴趣绘画的学员 能够随时提笔 绘画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并且在学画的过程中 培养美感 让生活更丰富 且更具深度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